想不想去日本扮演者? 有沒有想過在台灣學做珍珠奶茶? 提供這些旅遊服務的網站KK Day 全公司大部份員工都是90後 連香港區話事人Rebecca 都只是二十多歲 因為我是第一個請的員工 她覺得我真的有膽 對於完全對KK Day 香港是沒有知名度 完全不認識的大家 但我都敢去台灣教他們的公司 可能我是第一個 她也找到第二個 她不會在口頭上跟你說是刁難你 但你會從她的表演 或者她的眼神 或者她的說話的口吻 都可以提輕你們 有什麼規矩? 好像真的沒有規矩 通常人家公司有什麼規矩? 對著不同人 真的要用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需要鼓勵 有些人需要提醒 當然不同業者 有些人比較stubborn的那種 他也會覺得 我過去已經累積大山大海了 你這個小毛頭 但這樣的業者其實很少 我覺得大家已經要認知到 現在遊戲 就是整個遊戲已經變了 那玩法也要跟得調 然後現在看起來 其實年輕人比較知道 怎麼樣適應這個新的模式 那我們也不斷用時機 有些人的確對我們一開始有質疑 一個新的公司 一個年輕的公司 就是有一群年輕人來帶 但我們還是 最後用的成績可以去說服他 我們慢慢感覺到說 其實我們能夠掌握 就是年輕人能夠掌握的東西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不多